哈喽大家好,我是再见小男们 上回说到海棠的一军和二军进行了练习赛 这场比赛,无狼玩头九局只丢两分 还在关键时刻挥出一发特大后的拳雷打 中场二军跌破专家的眼睛 以一分之差逆转击败了一军 赛后江头赶忙上前称赞无狼 他已准备好将无狼打造成海棠的看板球星 然而无狼并不领情 因为人家早就决定要离开海棠了 目前的无狼为高中二年级 按照规定,学生在转学后的第一个学年不能参加任何联赛 所以无狼唯一能打进甲子圆的机会 只剩高三的下级大赛 至于要穿上哪间学校的球衣 无狼表明自己的首选是三船高中 说巧不巧,三船高中今天正好有场比赛 于是无狼来到了球场 想瞧瞧这所学校的战力到底如何 三船高中里不乏一些熟悉的面孔 包括小森,大林,山根 他们均为无狼过去在三船东中的伙伴 而现在的他们都成了三船高中的主力选手 大林为队里的第三棒 小森则是当家铁补兼第四棒 至于以前肩膀有伤的山根 无狼完全没想到这小子竟是三船高中的王牌投手 嗯,浪子回头还把长发给剪了 山根真的越来越像那个永不放弃的男人啊 看到老友们联手替球队拿下胜利 无狼顿时觉得这里没有他插手的余地 所以他决定该找隔壁的私立江田园高中 关于无狼转学一事 因一算是支持 但桃子可就不同了 想转就转到底有没有把你爸赚的钱当钱啊 桃子狠气无狼不顾一切只想着棒球 为了教训这小子做人处事的道理 桃子向无狼挑命 自己要转学就自己赚学费 无狼倒也不是没有觉悟 刚好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无狼便找了间餐馆打工赚钱 然而无狼向来血气方刚 上班第一天 他一个没忍住竟把找茬的奥给暴揍了一顿 老板是个怕事之人 当场就把无狼给炒了 到值日即离值日 多少让无狼有点沮丧 甚至一回家又收到了自己被江田园高中拒绝的消息 而理由居然是对方不想被人扣上挖角学生的罪名 无狼认为事不单纯 于是赶紧联系金香 果不其然 金香表示一切都是江头的阴谋 目的就是要报复私自离开海棠的无狼 事实上江田园高中本来是愿意让无狼入学的 但是当他们打电话给海棠要确认无狼的资料时 江头竟回复若是贵校敢接受无狼 海棠将以挖角的罪名向联盟提出告诉 由于海棠在高中棒球界颇有敌位 一旦他们提出告诉 不管挖角是否属实 各家媒体必定会大肆炒作 考虑到这般情形会冲击到学校的声誉 现阶段设有棒球部的学校 肯定不愿接下无狼这颗烫手山芋 无狼听完心中大慌 因为这岂不代表自己的高中生涯没球可打了 竟想要无狼先别紧张 他表示有一个办法能躲过江头的追杀 那就是转学到没有棒球部的学校自组球队 是的 没有棒球部的学校自然不存在挖角球员的嫌疑 如此一来江头的恐吓也就不管用了 只要成功入学 剩下的就看无狼能否组出像样的球队 回到家后 无狼把这件事告诉了英翼和桃子 英翼一听大吃一惊 他知道单合带队 却没听说过有人单合建队 英翼不仍看到宝贝儿子这么辛苦 于是提议要动用人脉 帮无狼找间有棒球部的学校 无狼很感谢英翼的好意 但他仍然拒绝了 因为无狼最喜欢的就是挑战自我啊 原以为带领弱队打赢海棠已经够困难了 哇 没想到还有自己建队 去挑战名校这种过瘾的玩法 身为斗M类型的玩家 无狼选择一切从零开始 而经过一番衡量 最终无狼决定把他的天赋带到圣秀高中 没错 圣秀高中正是小薰就读的学校 这天毫不知情的小薰 一如往常搭着公车要去上课 途中同校的腾景跑来向他搭讪 腾景十分热情 但小薰毫不领情 毕竟他的心里还惦记着那个男人啊 说巧不巧 那个男人出现了 得知无狼转学到圣秀高中 小薰立刻心花怒放 不过无狼显然没有察觉到小薰的心情 因为他只在意旁边的腾景 愿不愿意加入即将成军的圣秀棒球队 抵达学校后 无狼很快就引来女同学们的关注 事实上 圣秀高中两年前才从女校改成男女合校 包括无狼在内 目前日监部的男学生只有八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 外形狂野的无狼成了校内的风云人物 当然无狼不是来享福的 他锁定了班上的男同学们 一心想说服对方陪他打球 然而大家都对棒球毫无兴趣 几句话后 男同学们一致拒绝了无狼 招募不利让无狼十分愁烦 这时名叫中村美宝的女孩走了过来 从各方面来看 美宝认为无狼就是他的菜 为了跟这个男人共创美好的青春 美宝自愿担当棒球部的经历 嗯 多一位帮手自然很好 但比起缠人的经历 无狼更想获得能出场比赛的球员 就在无狼忙着摆脱美宝的期间 藤井又出现了 其实小薰曾对藤井说过 自己不喜欢成天无所事事的家伙 为了得到小薰的青睐 藤井打算加入球队洗心革面 有趣的是 藤井对自身的实力颇有信心 他表明自己必须是队里的第四棒 如果不行他就不打了 美宝一听哈哈大笑 他嘲笑藤井不过是个渣渣 怎么可能理解棒球这种困难的运动 美宝的一席话让藤井很不服气 于是藤井向无狼提出投打挑战 嗯 虽然藤井在小学时期 是队里的王牌选手 但无狼好歹是打垮过 海棠义军的男人啊 不出一会儿功夫 无狼毫无意外获得胜利 当下藤井彻底崩溃 带着泪水直接逃离了现场 这般情形让无狼十分无欲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气馁 透过美宝的提醒 无狼改变了招募方式 他告诉班里的男同学们 跟着他打球很轻松 大家不用辛苦的练习 只要将名字填入名册 来球场冲个树就可以了 至于比赛的部分 无狼保证他会负责得分 以及拿下所有的出局数 众人听完觉得加入球队也不是不行 但前提是无狼得先证明 自己有那个实力 隔天无狼找来小薰陪他练头 无狼很信任小薰 暖身一完毕 马上就用力投了发子弹球 那刻小薰怕急了 他没想到无狼的球速成长到如此地步 没过多久 藤井来到了现场 他再次向无狼递出战帖 如果输了 藤井愿意无条件加入球队 其实自从昨天输给无狼后 藤井便跑到打击练习场埋头苦练 在那期间 藤井遇到了小薰 见藤井拼命想挑战无狼的模样 小薰实在无法置之不理 恰好无狼最近又老是跟美宝缠在一起 这般情形也令小薰多了份恨意 于是小薰决定指导藤井 让这小子给无狼点颜色瞧瞧 然而当时的小薰并不晓得无狼进步了那么多 担心藤井会被耍到怀疑人生 小薰赶紧出面置之 藤井也明白彼此间有着悬殊的差距 但他就是不肯认输 当然结果还是一样的 藤井又一次败下阵来 不过这次他十分满足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拼尽全力了 狭带高昂的斗志 藤井决定加入球队继续努力 藤井的加入让无狼十分高兴 可是担当球队经理的美宝却没有半分喜悦 原来藤井在小学时期曾不小心弄伤美宝 导致美宝不得不终止最爱的田径 即便已经升上高中 美宝还是无法原谅藤井 画面一转 无狼正在请求校长批准设立棒球部 校长愿意支持无狼 只是按照校规 学生团体能否成为正式社团 得先经过顾问老师的判断 至于校长给棒球部指派的顾问老师是谁 那人名叫山田一郎 山田是美意日籍的英文老师 他很高兴能接下棒球部顾问的职务 虽然山田为人热情 但无狼实在看不出此人对棒球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带着不安的心情 无狼在傍晚回到了家中 说来奇怪 今天家里异常安静 无狼望向饭厅竟发现英意醉得一塌糊涂 或许是酒意未消 英意笑着表示自己和桃子吵架了 所以他一巴掌将桃子打出了家门 无狼一听立刻朝英意挥出拳头 一阵扭打后 父子俩气喘续续 贪坐余地 英意酒意散去 缓缓说起各种原因 碍于年龄的影响 英意最近在球场上的表现越来越糟 这般处境使他变得相当情绪化 时常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大发雷霆 英意明白不该迁怒于家人 但心中的不安与无助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无狼决定陪他到街上走走 一路上无狼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静静听着英意吐露心声 其实英意很清楚职业选手总有一天得卸下战袍 他不是舍不得球场上的荣耀 而是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七小英意为傲的家中栋梁 毕竟他能留给家人们的只有棒球啊 如同本田貌制 即便真的要隐退 英意也希望在那之前能拿出最优秀的表现 好让家人们知道棒球原来是这么美好 话才讲完英意和无狼在公园遇见了桃子 英意想跟桃子道歉 怎知桃子先向英意说了声对不起 桃子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妻子 居然没有顾及丈夫的心情 听完这话英意实在无地自容 看到英意的背影 无狼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他轻派英意的肩膀 说到已经可以了 之后的就交给武汉真武吧 无狼结下了帽子和英意的火炬 他将带着两人的棒球之道 继续于赛场上发光发热 隔天英意举办了隐退记者会 打完这个赛季后 英意便会卸下选手的身份 家里的事情解决了 现在就看无狼的舰队之路 能否有个好结果 经由山田牵线 圣秀高中将与地人高中进行友谊赛 之前无狼跟校内的男同学们打了个赌 如果他能展现出载制赛场的实力 大家就得加入球队 当然男同学们都不相信无狼有那样的本事 尤其是名叫田代的家伙 这小子余带嘲讽 表明自己只是来观赏无狼惨败的模样 虽然愿意站上球场 但他跟同学们绝不会出手帮忙 比赛正式开始 看到圣秀的头补搭档是无狼和小薰 敌人的选手们都觉得十分滑稽 然而当无狼投出第一球后 从老到少全下呆了 其实敌人高中的实力并不差 据山田所说 他们在县内算是有名的棒球学校 但那又如何呢 只要不比海棠厉害 对无狼而言根本不足为据 播出一会儿功夫 无狼以秋风扫落叶之字 给敌人来了个三上三下 攻守转换期间 腾尽趁机把无狼的丰功伟业 以及想搭倒海棠的苏苑 告诉了田代等人 而话才说完 担当手棒打者的无狼 就敲出了一发拳雷打 没错 只拿下出局数是不够的 想获得胜利 还得有分输进账才行啊 之后无狼持续大展拳脚 尽管在打击区上 开始受到对手禁远 但在投手球上 无狼也彻底封锁了帝人的打线 5局打完 圣秀1比0战时领先 无狼惊人的表现 渐渐折服了圣秀的同学们 唯独田代依旧不肯买账 田代认为无狼让小薰蹲补根本作弊 因为到了正式比赛 小薰并不能代表学校出战 没有小薰蹲补狼再会投球也没什么用 所以田代判定 无狼无法兑现 只靠自己就能拿下胜利的诺言 田代讲话讨厌 却也不无道理 正当场面陷入僵持 藤井突然表示 愿意代替小薰担当捕手 之所以如此大胆 一方面是藤井已经中了无狼毒素 二方面是他不忍看到小薰伤痕累累 嗯 这也难怪 毕竟小薰不是专打棒球的 面对无狼那种怪物级别的诉求 他能接到现在真的是因为爱 比赛继续 无狼晓得藤井没有蹲补经验 于是他要藤井架好手套等球进来就行了 这项方法确实让藤井接到了球 但其中也潜藏着一个问题 没错 因着藤井不能乱动手套 球的进来位置几乎都是一样的 在每球都是红中的情况下 地人的选手们逐渐掌握到打击时机 专业间其中一名地人的打者打到了球 这几滚地球直冲三垒而去 绝对不是什么难接的球 然而担当三垒手的田代插腰防守 居然就这么目送小白球滚到外野 发现圣秀的防线出现破口 地人下一棒的打者继续积极挥棒 这次小白球又被打向了三垒 虽然田代没有像刚才放弃手背 但他小子竟故意把接到的球传向无人之地 而这般主周行为也让地人一口气拿下两分 无狼晓得田代存心捣乱 于是决定自己扛起手背的责任 伴随一击精彩美技 圣秀总算没有扩大十分 七局下小讯和腾景接连会出安打 硬是把比数搬成了2比2 此时田代又发难了 他嘲讽无狼话说那么大 最后还不是靠别人追回比分 所以不管比赛的结果如何 田代宣称他绝不会加入棒球部 瞧田代铁了心要唱反调 无狼表示不会继续强迫大家 虽然有点麻烦 但他愿意等明年新生入学再组建球队 见无狼放弃得如此干脆 山田问道明明清楚只靠一个人 是赢不了棒球比赛的 为什么还要下这种鲁莽的赌注呢 无狼露出无奈的笑容 说或许是因为我傻吧 以为让同学们拿起球棒和手套 大家就会体验到棒球的乐趣 此话一出田代的内心纠结了起来 其实以前的田代十分热爱棒球 甚至许下心愿要当职棒选手 只可惜田代是个富二代 父亲早已决定让他继承家族事业 为了断去田代对棒球的想念 父亲将他送进没有棒球部的圣秀高中 田代花了许久才渐渐放下 怎知无狼这名棒球师突然闯入他的生活 看着无狼自由自在地享受棒球 田代真是羡慕嫉妒恨啊 场上的比赛持续进行 八局上小薰交出精彩手臂 成功挡下帝人的攻势 八局下圣秀的打者们依旧不行 比数仍然2比2 九局上无狼准备上场投球 却没想到担任捕手的藤井出事了 没错因着持续揭补无狼的诉求 藤井的手骨疑似爆裂 然而藤井说什么都不肯退场 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只会逃避的自己 他不想就这么半途而废 无狼很欣赏藤井的拼劲 不过留得青山菜不怕没柴烧 为了防止藤井的伤势变糟 无狼决定放弃比赛 没想到就在此刻 田代突然表示他可以代替藤井上场蹲补 此话一出大家都以为这小子又想使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看到藤井奋力拼战的样子 田代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 上次他向环境低头了 这次他拒绝做出妥协 他放不下棒球 他还是想回到球场上啊 说巧不巧 田代从少棒到青少棒一直都担任捕手 扎实的蹲补技术也让无狼得以全力投球 久局下无狼站上打击区 他大棒一挥 直接用再剑拳雷打为这场比赛画上完美的据点 获得胜利后 田代等人按照约定加入棒球部 然而队伍才刚建立好 眼下又出现了另一道难题 据山田所说 由于校内的运动社团太多 目前较为宽阔的场地都已有人使用 倘若棒球部正要找地方练习 学校只能提供校舍顶楼的空地 无狼听完 错愕不已 先别说空间大小 就这水泥地是要怎么拿来打棒球啊 山田也明白这点 他指向学校后方的山地 表示校方同意让棒球部使用那里的土来搭建场地 眼看没得选择 无狼只好人命 哦 原来在梦岛的挖坑训练是为了这里啊 刚开始无狼打算独自完成任务 但或许是背影太过苦情 没隔多久田代等人也相继加入 而在大火的合作下 山秀高中时尚第一座棒球练习场完成了 搞定场地的问题后 山田又找来英翼和修一担当临时教练 英翼刚登场马上给棒球部定下目标 那就是打倒海棠进军甲子园 至于要怎么做到 简单来讲就是用心 话才说完 旁边的修一教练立刻把球打向学员们 由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棒球基础 不要说打球了 他们根本是被球追着打啊 看到辛苦找来的成员纷纷逃离现场 乌郎愤怒地质问英翼为何要破坏这支球队 其实英翼并非故意找茬 真正的目的是想让乌郎明白 只顾及自己的人是得不到荣耀的 的确现在的乌郎实在太过自我 说到底他只是把圣修的学员当成参赛用的工具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乌郎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 他开始以朋友的角度接触每位同学 并带着大家一步一步认识放球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山田深藏不漏啊 从前面的搭建球场到之后的心态调整 借由他的操作 深袖棒球队成了真正的球队 过了一阵子 名叫大和的国中生出现在乌郎的面前 此人颇有本事 只观察了两球边破解了乌郎的球路 原来大和是小薰的弟弟 他曾在横冰青少棒队当过五年的先发选手 后来还被海棠向众 确定可以得到特别资格生的待遇 然而比起棒球名校 大和似乎更喜欢有乌郎的深袖高中 既然已经选定这里 大和吩咐乌郎先帮他保留队里游击手的位置 数个月后 深袖棒球队已经有点样子了 除了阵容完整 球队还多了一名叫林木林英的经理 很快的下级大赛即将来临 为了做足准备 山田决定找点像样的对手来场练习赛 只是没想到这一挑 竟挑中了海棠的二军 此时的海棠二军 已不是乌郎当初所带的那支队伍 阵中的选手全都是没看过的新面孔 啊什么 你问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其实他是之前义军的王牌甲本植树的弟弟 开赛前 金香特别警告乌郎要多加小心 因为江头也来到了现场 他还临时拿走二军的现场指挥权 金香认为江头肯定藏着什么阴谋 果然金香的担忧成真了 在一次的攻防中 一名海棠二军的选手踩到了不畏的乌郎 这一踩直接让乌郎进了医院 究竟乌郎的伤势如何 对接下来的下级大赛又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下级分解 那这集节目就先到这边咯 如果你对棒球大联盟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这支影片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按赞以及将影片分享出去 最后也别忘记加入我的FB粉丝团哦 我是再见小男们 我们下集再见